下午3年26岁凡战冬公布喜讯 球迷乐开花 欢迎送上祝福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还是欢迎各位朋友 能够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拼的最新情况 国拼在结束完时拼赛 预选赛之后呢 在春节之后 将会迎来一系列的密集赛程 可以看出 在今年国拼的教师们 依然非常纰漏吧 随着比赛即将临近呢 国拼将会在三月份 迎来大满贯的比赛 届时缩影沙 凡尽东都会急速出场 可以看出目前来说 国拼一个凡尽东 他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除去凡尽东之外呢 老教马龙也是即将面临退役 而王楚清 林高远 梁敬宽等人 都是整体来说表现 并不是很稳定 虽然说去年 王楚清表现不错 但是呢 在随后的几项比赛中啊 王楚清是接连暴露出球 也可以看出呢 年轻上的今天呢 确实出现很大问题 凡尽东虽然说比较稳定 但是在去年的比赛中啊 凡尽东也是出现过几次暴露 尤其是几次输给张美之和呢 然后球迷并不是很满意 但是随着凡尽东 逐渐调整自己的竞争状态 很有可能在今年 将会一飞冲天 因为凡尽东世界平民第一 是李国良重年配上球员 他也是肩负着 能够在奥运会中 夺得南南冠军的一个责任 作为他来说 确实需要 能够付出更大努力 来帮助国拼 还为霸了的荣誉吧 就在日前 作为范军龙来说 也是公布了一个喜讯 让球迷非常高兴 就是在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 凡尽东继续的排名世界第一 而最新的一个排名 可以看出呢 与第二名的差距啊 是越来越大了 第二名目前来说是马龙 马龙在最近的几大比赛中 表现并不是很出色 而且呢 经常选的退赛 可以看出呢 马龙也是逐渐 很有可能转型吧 随着凡尽东 逐渐拉大与第二名的差距呢 他也是作稳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这对于他来说 确实是一个好休息 但是呢 同时也是面临了重大压力 在此前 赵美之河表现非常出色 也是成功的登顶过世界第二 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 赵美之河的排名就下降 但是目前来看 赵美之河将会成为国拼男的 投后对数 期待范军龙能够改变自己的打法 争取能够真正 赵美之河有一些新的策略 在下一次相遇的时候呢 争取能够击败赵美嘛 作为球迷来说 看到范军龙能够继续的稳坐世界第一 也是非常高兴 可以说是乐开的话 纷纷的送上祝福 期待呢 范军龙能够今年比赛中 大满贯的比赛 包括九月份的押运会的比赛 都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九月份的押运会 也是关系着自己的家门口 能够夺夺的责任 范军龙呢 确实责无旁贷 希望范军龙能够调整个状态 争取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 让我们一起为范军龙国拼的教师们加油吧 感谢观看